16萬人一起在網頁排隊搶什麼呢? 原來是一間主題樂園最新推出的春日系列公仔 李小姐跟很多粉絲一樣 在網頁一起搶,但搶也搶不到 怎麼辦?樂園推出一個方案 只要去樂園旗下酒店住一晚 就有機會買到公仔 不過就引來大量觀眾向東章投訴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在上星期推出了一個推廣活動 你預訂他們的酒店就有資格去買這個 《得歡迎朋友》最新推出的系列 我才去預訂房 他的券是寫明商品有限的 人人都知道有些東西都要賭牌才能買到 不過他的遭遇就不似預期了 那些排隊的情況非常混亂 看到有人拿酒店過枕頭 然後睡在地上這樣 真的沒有想過這麼誇張 如果可能我預計 可能凌晨4、5點下去排隊 還有 但想不到是前一天的4、5點要排隊 我自己去排隊的時候 我是前一天的4點多鐘 排隊到今早的9點鐘 經過昨天吵完之後 他們今天就情況比較好 有些座椅給我們坐 還有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你一排隊 就已經低了你的身份證 你是不是真的住這間房 所以覺得1000多元來睡地板 真的充個量就沒有了 其實有些人甚至是更加慘的 就是在我前面那些 他是自己一個人預訂房 他沒有人跟他換單 他是給了1000多元 結果是躺在洞窟的梳化裡 多了那麼多人排隊 原來是有特別原因 因為有人在謝嘉湖 在賣那張泡米資格那張圈 我覺得樂園安排上 不是那麼好 酒店的安排和樂園之間 都溝通上有些問題 排了一晚通宵才買到一套公仔 李小姐在樂園有了一個 暫身的奇妙體驗 對於這次引起那麼多顧客不滿 樂園方面回應 當時酒店現場有職員協助活動進行 及保持良好秩序 為了令酒店住客有更均等機會購買商品 也採取了特別安排